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实在我们要再进一步关注的议题 不是只有看热闹更能够去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我们的经费也是由公众来集资支持的 所以在我们的萤幕上面会有我们的QR Code 你可以扫描来捐款 或者到公库的网站 或者是在我们的Podcast的下方 都可以有直接捐款的连接 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 我们在这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连续了好几周都在跟大家讨论 有关疫情的问题 从了一开始在大概半年前 我们邀请过陈景黄医师来谈社区 这个防疫也谈到疫情跟人权 包括这个电子的监控 以及对移工隔离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所以群聚上面的限制 在上一次我们也谈到了 在这个疫情之下 有很多的长辈 有很多的高龄者 他们其实被迫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但是他也许是独居老人 或者是他可能会面临到很多 跟家里面新的生活的一些 冲突冲击的问题 甚至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重新的检视 在整个台湾的社区公卫体系 社区照顾体系 甚至大家投入很多时间 跟金钱在做的 社区营造社区发言协会 这样的一个机构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跟状况 那今天的节目也要持续的 跟大家从疫情的角度来跟大家谈 不过我们今天的方式 是比较特别要来跟大家谈一本书 这本书是疫病与社会的十个关键词 是春山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作者是中研院民主所的 研究员刘绍华老师 在这个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绍华你好 钟祥好 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谢谢绍华 其实在去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我就想要是不是有机会 来跟你聊这样的一本书 但是因为台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 然后您本身也看到 我看到你在很多地方 有很多文章跟演讲 然后其实也是错过了 不过趁这个时候 也希望跟绍华来跟好 来讨论这一本书的一些内容 是不是请绍华老师 一开始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当初会出这一本书 因为这本书在疫情没有多久 其实就很快的出版了 是这样子的 这本书好像是具体是去年的 9月还是10月初的 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 大概就是9月10月初 那这本书是医院计会 因为去年2月的时候 不是中国先从那个 中国湖北省武汉爆发疫情 然后因为我常年 是做中国研究的传染病的研究 所以那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 然后那篇文章就是在很多地方转载 甚至也被一些国际组织翻成英文 然后在国际上传播 那大概就是质疑中国的这个面子治理的模式 对于这个疫情造成的影响 然后就在那篇文章就是到处流传之后 一个香港的文化人梁文道先生 因为他在北京有一个podcast的节目 叫看理想 他就找我就是想要制作传染病与人的这个节目 然后我就为了那个节目 想说透过十个关键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去跟不只是中国 其实是华人 因为他那个节目其实是很多华人 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在听的节目 所以想去跟华人去从不同的角度 去讨论这个疫病与社会 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那后来台湾也进入一些这个疫情警戒的状态 所以之后我是就决定就是把那个 在那边的节目的一些内容 拿回来再对照台湾的一些情况 然后去做了一些重新整理 所以就出版了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从十个概念来 跟我们谈到这个疫情下的生活 疫情下的社会的种种的情况 那其实也包括可能WHO CDC 或者是中医等等不同的概念 当然在这本书一开始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在前两章 前两章就处理的是我们这个节目 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 就是人权跟污名 那其实在你的别的文章里面 或者是你在出席的 我记得是国际人权营展的场合当中 其实你提到了参加之后 你提到这个陈时中部长曾经说 放弃人权我们会丧失更多 那其实在这种所谓的疫情的状况底下 大家都会觉得说人权稍微的紧缩一点 甚至某种人权的气氛 似乎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或者是应该要相忍为疫情 来解决这个现象 可是人权团体也提出了 很多是提出说 这个电子监控事实上是很有问题 前阵子也爆发了 这个明明政府说 我们收集大家的这个十联制的资料 只是用在防疫结果 有这个刑警拿去做刑事的 刑案的侦办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 在这一段时间疫情的发展底下 在台湾或其他地方的这些人权的问题呢 其实那个公共卫生 因为它是一个集体人口的一个危机事件 所以它对于在短期内 它对于个人权利的那个线缩 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它如果这个对于个人权利的线缩 达到一个非常广大的 集体人口的模式的时候 这个线缩它就必须有条件 有前提 甚至有时间期限的一些说明 可是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很多 从去年到现在 其实去年大家最有感的 应该就是那个钻石公主号的 那个细胞减讯事件嘛 对不对 但是那个是大众有感 但是在那之前 其实有很多是大众无感的事情 我们等会也可以聊一下 就是从去年 大众有感的这个钻石公主号的 细胞减讯事件之后呢 其实一路政府它使用的都是 传染病防治法里面一个被很多法律学者 称为帝王条款的第七条 第八条 然后这两条完全就是 就相当于是一个空白支票 授权指挥中心来做所有的决策 可是在做这些决策的时候 它第一它没有说明必要性 然后第二最重要的 它也没有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的做法就会终止 嗯会解除 那这个是这个是对 这是一个很很特别的现象 所以其实很绝大多数的民众 如果没有特殊事件被媒体爆出来了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隐私 已经被侵犯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我只要讲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 大家应该可能会很惊许 大家都有就医的经验 那平常在去年以前 我相信大家去医院就诊的时候 它可能医院每一间医院 都会叫你填写一个 你愿不愿意你的医疗资讯 云端上网 对 的一个同意书 对不对 那那个云端上网同意书 是你每去每一家医院 你都要重填一次 因为你填的是填 当你同意这一家医院 比如说去台大 你同意台大让你的云端上网 所以你在台大的不同课室 来看诊的话 你都可以那个医生都可以看到 你的云端系统 可是如果我今天又要去荣总的话 我就必须要再填一个 我是不是愿意 台大的记录 也授权给荣总来看 可是这件事情就在去年 就不知不觉的发生了 所以现在其实大家去看任何的 医疗院所的时候 其实你的健保卡 一插进去所有的资料 那个医生都看得见 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没有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医生他不会跟病人讲 对 对可是因为我跟蛮多 我会去看的医生 都有接近朋友的关系 他们都会直接告诉我 现在他们什么都可以看到 所以现在跨院 也不用去 就算我去做了一个健康检查 我根本 我也不用去申请我的健康检查报告 他们都 都直接可以看到 所以这其实也就后来发生了 在万华 所有六十万的万华人被助棄 结果有个万华的朋友跑去诊所要看诊 结果有诊所说 我不帮你看 因为你可能是来自于疫区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我的权力是受到的影响 就是不是我的资料被国家拿去 然后被不相干的 某种程度可能是不相干的人拿去看 甚至我就医就诊的权力 也因此受到了限制 可是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两难 就是我们刚刚 你刚刚有谈到说 当这个疫情到了某种的状况底下 可能就会有出现 这些对于人权的限制的问题 可是那个状况到底是什么 就是怎么去评估 这个时候应该去做某种的限制 什么时候的限制又是什么呢 这会不会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问题 那谁可以来做判断呢 我记得在疫情指挥中心 曾经回复过台权会的这些公含说 这些监控的资料什么时候会消失 他说因为疫情很严重 我们会评估 这个是交给国家评估吗 还是他有一种客观性的评估的方法呢 大家应该常常会听到指挥中心 会说一句 我们都有专家 我们都有专家权益 我们都有经过专家讨论 所以通常我们看到的 就是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的说明 然后但是呢 通常到底他怎么决策 他就会跟你说有专家 可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到了今天 指挥中心背后所谓的专家委员会 到底是哪些专家 到现在都没有公布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到底是谁在做这些决策 我们只知道是专家 可是即使像中原院法律所有学者 去申请要求调阅这个专家的 这个会议 专家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这个其实政府的公文档案 其实人民是有权利去申请调阅的 拿不到 连这个也拿不到 所以依照政府资讯公开法 相关的法令 也都没有办法看到这些档案资料 连媒体都要不到专家委员会的资讯 OK 那这个专家委员会对一般的民众 这些名单这些过程 对一般民众来讲是重要的吗 就是对很多人 我记得我们在受相关讨论的时候 也有网友留言说 疫情的期间就等于是暂时 暂时就是保命最重要 我为什么还要去看到你们 谈到一天到晚讲什么 资讯公开民主透明这件事情 那这些到底跟人民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我可以活得好好的不行吗 对对对 这个听起来的逻辑有没有很像中国 中国人经常都是这样讲 他们不觉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有什么不好 因为他们的经济很好 然后他们也不觉得这些人权的东西 甚至新疆发生什么事情 对他们有什么伤害 他们没有什么感觉 就看不到的事情 大家就觉得好像不重要 可是常常其实最重要的事情 都是我们还没办法看到的事情 那你说这个专家的决策 对我们的民众到底有什么的影响 这个影响是真的很大 嗯 这么说 我就先讲举例 最近大家最有感的 其实就是这个疫苗接种顺序嘛 对 对不对 那疫苗这个接种顺序 它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其实到现在政府都不会有一个正式的说明 可是其实如果在其他的国家 尤其是我们通常会效仿的那些先进国家 不管是英国美国或是瑞典或是德国 他们都会有一个政策说明 嗯 而且会根据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则 然后专家的讨论的这些东西 都是公开透明的资讯 可是我们的这方面的讨论 但不过我们这方面疫苗接种的顺序呢 并不是这个我刚才说的 那个专家委员会在决定 嗯 它是有一个疫苗接种委员会 在决定 但是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实际上我们这个疫苗政策里面 他们这些不同的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也看不见 因为整个的程序是不透明的 嗯 那个接种的委员会叫做 英文简称叫ACIP 嗯 这个ACIP到了前一阵子 大概上个礼拜 他们才开始开会去追认 三月以来的会议 嗯 因为被媒体就是揭露 从三月以后 他们其实并没有开任何的正式会议 也没有任何的正式会议的公告 嗯 所以媒体就在质问说 那像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疫苗接种顺序的这个政策 到底是怎么排出来了 嗯 为什么会突然暴增了这么多的人 尤其是比如说第二类的中央跟地方防疫人员 对 全部加起来人数这么多 对不对 嗯 媒体就会在追问 就追问了最后后来这个ACIP就在上个礼拜 才紧急开会 然后就公开说明说 他们从来都是有一个小组 一个非正式的小组 工作小组 先开了会 然后呢 最后他们才会去开 开正式的那个ACIP的会议 去追认那个决策 嗯 可是问题是台湾的疫苗这个顺位呢 因为我们是五月的时候 五月中的时候正式爆发 这个比较紧张的疫情嘛 也就是说从三月到上个礼拜之间 实际上就是政策的决策跟执行的时间了 嗯 所以你到上礼拜来追认三月以来的会议 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 这表示是说你开的会议 你还并没有并没有经过确认 确认的程序 你就执行了 嗯 所以整个的 就是 整个感觉说 大家是因为在追问他 你的会议记录 应该要拿出来 以招公信 嗯 然后因为拿不出来 所以他们就说 我们来追认 嗯 可是整个的程序 我觉得即使大家一般在公司行号工作 也都会知道这样子的程序是有问题的 嗯 可是民众不知道这些 可是民众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些 因为这些资讯都不公开 嗯 我常常有的时候 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可能比较 希望是支持政府运作的 这样子的学者会 嗯 反过来批评媒体 就是说你们媒体都没有去报那些 比如说专家到底是怎么讨论啊 或什么 然后你们就只会在批评政府 嗯 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 其实媒体都尝试过了 但是要不到这些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 跟民众会有很大的关联性 就是一部分他可能就是一个 什么是民主 或者是也不用谈上市 叫什么民主 就是一般的公司治理 一般的机构治理 那个程序的重要性 他某种的透明度是很重要 第二个其实可能跟民众有直接相关是好 那这些会不会有一些 歪七扭八的事情 会不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冒出来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的程序是怎么决定 到底有哪些人是属于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 然后就会爆出 像类似像好心肝 或者说这个疫苗打不完该怎么办 那这个其实就有很多混杂 然后的问题就会产生 然后对于所谓的民众的权益 可能也会造成某种的影响 甚至我觉得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有看到我们在疫苗的顺序 一直在滚动式修正 就是某种程度好像是在回应民意 可是这也反映出 好像在当时在思考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的完整 或者是他是有一些些问题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回来讨论这一本书 这本书有非常非常多 值得我们再进一步关注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跟一些现象 及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 日前疫情指挥中心 使用电子维力系统 成功揪出多位自主健康管理者 违规跑去参加跨年活动 不过也引发了是否有侵害 隐私的疑虑 外府部长陈时中间回应 有关防疫需求所搜集到的资讯 二十八天后就会销毁 行政院长苏生昌则说 这是基于国人健康防疫需求 所做的SOP 没有要侵犯个人隐私 跨年夜北市的晚会与 桃园五月天演唱会 都吸引不少民众参加 而疫情指挥中心启动苏生 天网的电子维力二点零 成功揪出自主健康管理者违规进场 或出现在周遭区域 被誉为防疫利器 不过外界也担忧 该系统有侵害民众隐私的疑虑 不要透过防疫这样的一个名称 来烂刑收集民众的资料 毕竟宪法保障民众的集会 结社的自由 民众的隐私 没有把你的个资等等 做其他的利用 而是在疫情期间 做相对应的位置的确认 去年三月疫情指挥中心 发布电子维力监控办法 是透过手机接收的 记忆地台讯号掌握居家隔离 及检疫者的行踪 而如今的进阶板电子维力 二点零由于监控名单 列入能外出的自主健康管理者 因此和电信业者合作 在大型集会活动 半径六百五十公尺之内设下 天网 若有违规者进入 便会发简讯券离 指挥中心强调 由于并非追踪个人手机的GPS 因此没有侵犯各自及隐私 收集到的防疫的资料 相关的个人的资讯 都在收集后二十八天就要销毁 新冤阳素贞昂表示 使用电子维力是基于维护 国人健康所采用的防疫 SOP 指挥中心也指出 电子维力系统是依传染病防治法执行 但法界仍然质疑 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 这个疾病已经发生了十个月时间 我们有更长的时间去检视 我们的法规是不是有齐全 那我觉得更况其实特别条例 已经修过法一次 说真的我觉得立法院在这边 其实应该要积极主动 处理这个问题 学者呼吁相关单位应该积极 检视法规是否齐全 避免民众的权力受损 建议配契线期完成 博宇成新农台北报道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我们节目的经费是透过公众捐款支持 欢迎大家透过小儿的捐款来支持 我们持续做好的节目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这几个礼拜 一直跟大家讨论的疫情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要来介绍要来谈这本书 叫做疫病与社会的十个关键词 作者是刘绍华老师 他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绍华你好 中小老师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然后这就是今天谈的这本书 没错没错 因为为什么特别把书拿出来 其实我之前在做节目都会把这个作者的书秀穿 但是我发现我现在眼睛越来越不行 都在开始转看电子书 还好这个邵华老师把这本书来秀给他 我们也会在节目上中另外把这书的画面 Kick给大家 那回到我们这个节目要谈的这个疫情 所出现的种种的社会现象 种种的社会问题 那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做了一些讨论 那这本书我觉得可能会引起在台湾一个最大争议的地方 就是对武汉肺炎这个名称的秘密 就是现在当然在在很多的时候一直在应该讲说去年 现在叫做新冠肺炎还是应该在武汉肺炎在台湾一直争论不朽 那有例如说他现在慢慢可能大家就讲说COVID-19是另外一种看起来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这种称呼的方式 不过对有一些人来讲就是呃就是发生在武汉啊 然后这个而且这个中国引发的这个疫情嘛 不管是他不是要制造的至少是从他那边发展出来 然后叫武汉一部分让大家知道中国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这应该的嘛 另外他的确在现实上面也是从中国的武汉这样慢慢扩散出来 那有些人觉得说其实很多疾病都会用地方秘密啊 例如说大家最常讲的这个日本脑炎香港脚或是最近大家讲说 哎印度的变种病毒 病毒大家也是在讲印度嘛 那为什么也没有反对讲印度 那为什么反对讲中国或在讲武汉呢 你怎么去看这种所谓的秘密跟这种污名之间的关系 就是有什么样的以地区作为一种命名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吗 我先回应那个比较是一些历史疾病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那个这个武汉的发生的这个COVID-19 比如说像大家最常谈的就是什么香港脚啊 日本脑炎啊 都是用地名啊 为什么他们可以用 为什么我们不能叫武汉肺炎 我们要先知道就是香港脚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 发现就是在20世纪初发现的一个疾病 日本脑炎是19世纪末 这都是非常非常久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人类全球的人类才会坐下来一起去讨论人权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疾病的称谓 称呼呢 其实都是出现在这个世人有人权概念之前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这些疾病呢 其实它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 很多的地方也不是一定是这样子使用的 比如说香港脚的正式名称 其实是叫做祖险 如果你去讲英文的话 香港脚的名称是叫做运动员脚 然后像日本脑炎呢 在中国呢 比如说中国的翻译就不是叫日本脑炎 它是叫做流行性乙性脑炎 所以很多地方是不一样 就是对这些疾病 其实本来就有不同的称谓 然后呢 很多地方也会在 就是说比较有一些医疗 跟这种去物名化的人权概念之后 也都会调整 但是台湾在这方面没有调整 那另外一个大家也常提到的西班牙流感 那这个流感呢 就可以当成是一个更 更无辜的一个物名性名称的例子吧 西班牙流感 因为西班牙流感 大家都知道是1917 1918嘛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西班牙是当时是中立国 所以其他这些疾病 其实都在其他国家在蔓延 但是因为其他国家都在打仗 根本就不会报 新闻不会报这些事情 只有西班牙因为是中立国 他们有参战 所以西班牙的媒体就会去报 就是跟这个疾病有关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那是西班牙出现的疾病 可是其实到处都有 欧洲到处都有 所以西班牙其实被叫做 西班牙流感真的是很无辜 所以我们回顾历史来看 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 本来我们事后在看 它其实在命名死性上 即使有所谓的源起地 它本身就是已经是有疑问的 然后第二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其实众多的疾病 跟其他的相关的人权议题 其实都是都受到全世界的人 重新开始检讨能回顾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是21世纪了 我们还用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这样子一个思维模式 来思考21世纪的一个疾病 这本身可能在时空上 就已经有严重落后的问题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那个标准早就是不一样的 那至于说 为什么我认为武汉肺炎是有问题的 虽然这个疾病 它是在中国发生的 目前的科学所知是 它是在中国发生的 但是任何一个对疾病的传播 有概念的人都知道 就像是现在大家常学界常会说 这个疾病呢 就是代表人类事 人类事对人类的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警告 对不对 那人类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 人类事是一个全世界的 集体的人类的行为 存在不同大陆人类行为 它所共同造就的一些后果 所以虽然这一次的疾病 它是在武汉被发现的 但是从人类事的这样子一个 长远的历史来的角度来讲 我们真的要去追它的根源 它绝对不会是在武汉而已 这个就跟西班牙流感的 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甚至其实就像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很多全世界的那个流感 其实都跟早年的流感 后来的变异存活会变种 都有关系 所以就是疫病 我们从来都说疫病无国界 但是它刚好在哪一个地方被发现出来 或者是被发现出来 被确诊出来 这个中间不等于它一定就是在那里出来 就像是今天我们知道的这个艾滋病 它被发现是在美国发现 然后是在美国的一位男同志身上发现 但是科学上的追溯 都是目前都还是认为 这个疾病最初的源起 可能跟非洲那个地方 是新兴的有关 对 所以我要讲说很多的疫病 我们从人类式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其实你要去找源起 就现在的全世界顶尖的 这个流行病学的概念来讲的话 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它有意义的事情是在于说 我们去找这个源起的目的是 要去找出什么样子的环境 什么样子的人类的居住的环境 它最可能是造成爆发点 可是爆发点不一定等于源起点 对 但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一直要坚持 因为它是源起点 所以要用这个疾病 要用这个带有污名性忧虑的 这个疾病的名称的话 这本身在科学上其实就是站不住脚的 这是为什么除了台湾之外 全世界的正式的国家的官方的用语 或者是流行病学或者CDC的用语 甚至是官方就说比较 比较有公信力的媒体的用语 不会使用这个比如说武汉Virus 或者是武汉Pneumonia 这样子一个概念 我就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医学生 我去演讲的时候他就跟我提 他就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大家只能线上会议 他就参加了一个全世界医学生的 这种联合会的一个国际性会议 然后在会议当中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愿讲英文 然后他就一直直接把武汉肺炎翻译成英文 叫做武汉Pneumonia 然后他就一直在讲武汉Pneumonia 后来讲一讲 后来他发现全部的人都只有他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在讲 对 然后他突然realize一件事 他觉得自己蛮丢脸的 就是这里的丢脸之处就在意 这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一个称呼 那我们今天来谈这件事 我觉得我在书里面在谈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区分就是说 一个是正式的用语 甚至是官方的 官方的跟媒体的正式用语 跟一个俗名的用语 那俗名的用语有另外的因素 我觉得比较不是我在书里面在谈 我今天在书里面主要谈的是说 为什么我们的官方的正式用语 会要用武汉肺炎这样子的一个词 因为事实上在中国 在2019年12月31号 我们台湾的CDC 其实就开始 就是因应对于中国 12月底就爆发的这个新兴疾病 当时还搞不清楚它是什么 我们就开始引进对中国的那个 就是从中国进入台湾的这个班机 就开始执行检疫 也就是说我们在边境上 就已经开始有警戒了 一开始的时候 台湾的机关署 大家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个新闻稿 全部用的都是武汉不明肺炎 或是武汉的不明肺炎 也就是说那是一个形容词 就有点像说是 Pneumonia outbreak in Wuhan 英文的写法 就在武汉发生的事情 对 它是一个描述的句子 它不是一个名称 然后等到中国 大概在1月7号左右 正式的向全世界公告说 这是一个确认的基因训练 他们确认这是一个新型的冠状病毒 然后当时台湾的新闻稿 也是采用这样子的一个词汇 就新型的冠状病毒 发的肺炎 然后就大致上 台湾的当时新闻稿 大致上就都是用这种 比较科学性的 最刚开始是描述性 后来是科学性的用语 一直到什么时候 新闻稿才改变 2月11号 2月10号是小明事件 对 小明事件之后 2月11号新闻稿开始 全部正式改成武汉肺炎 嗯 那这个东西 你可能大家可能会说是 这个说不定是一个巧合啊 什么不知道 可是因为我其实是有做研究 我访问了非常多的 相关的医疗界的人士 然后我访问了非常多的人 大家都告诉我 其实这个是行政院的指示 统一 统一用语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从2月11号开始 就一路了 就直接称呼了是武汉肺炎 嗯 然后那个COVID-19这个名称呢 后来出现了之后 它可能会在武汉肺炎之后 刮好COVID-19 嗯 然后这样子的用语呢 一直到了去年 一直用到12月 嗯 其实不过到了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 它可能是把COVID-19放前面 前面 然后后面括号武汉肺炎 嗯 然后很有趣的是 那因为我曾经有写文章 我在谈认说 如果一个 一个名称 一个名称 如果官方自己都认为 这个名称是有理的话 那它为什么会需要调整 现在去看官方的新闻稿 不会用武汉肺炎了 嗯 但是大家可能 曾经大家有 加入那个LINE的这个疾管家 嗯 这个疾管家 它最近已经又改版了 它在今年的4月初之前呢 即使它的官方用语在12月 去年12月底呢 它都不再用武汉肺炎 它就直接叫COVID-19了 嗯 可是疾管家的那个 那个界面呢 它刚开始的设计 它就是写武汉肺炎 嗯 所以我当时就说 这个就是历史记录 你就算改了 你就算改了一些记录 可是因为你已经方方面面 都使用这个词了 所以其实它是会留下痕迹的 嗯 所以在疾管家的那个画面 界面上 它就还是保留了武汉肺炎 嗯 可是在今年的4月初 就是春假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它那个地方也把它改成COVID-19了 嗯嗯嗯 然后最近我又发现 那一整个界面 整个都拿掉了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其实是一个历史教训 我们做疫病研究的时候 我们会 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 污名性的名称 其实它就是会留在 各式各样的档案当中 嗯 所以你之后要去修改 都会形成非常多的困难 嗯 但是呃 我们看到某种程度上面 政府似乎是在 回到一个专业的扫论 或者是某种程度上面 可能你看 刚提到 在国际上面 也是用COVID-19不是用武汉肺炎 所以他也许会觉得 好像国际上面通用的是一个COVID-19 或者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做法 但是当时为什么会用武汉肺炎 去做一个命名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命名 事实上背后是就是 其实是一个政治的思考 而不是一个专业的思考吗 这个政治性的思考呢 因为没有证据 嗯 政府不会告诉你说 我们这样子做 是因为我们要做政治性思考 嗯 所以政治性的思考 都只能是说 我们大家来分析判断嘛 嗯 但是我只要 我只能 我呃 我可以从一个某一个方向 来跟大家思考 这样子的一个带有政治性的 污名性的思考 哦 他的确是有造成了具体的影响 比如说去年 大家还记得嘛 有一大批的台湾人 滞留在湖北的台湾人 对 他们当时必须做那些 做包机回来 然后那个包机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嗯 好 那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先不谈那个包机问题 所以我只要讲一个一个点 至少在去年底之前 嗯 我们从来台湾没有禁止任何国人 自行返台 嗯 其实到去年底 大家还记得 当英国出现变种病毒的时候 非常多的留学生 或是旅婴的台湾人都回台 对不对 嗯 我们都没有禁止任何人 从那个疫病情况非常严重的地区 自行返台 可是呢 去年滞留湖北的台湾人 他也是因为健保卡注记 嗯 他就被政府是规定是禁止自行回台 嗯 然后从头到尾就只有跟湖北 跟武汉有关的台湾人受到这样子的待遇 嗯 然后这个这个禁止自行回台的这个禁令 一直到5月8号才解除 嗯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禁令 在台湾社会并没有引起任何大家的批评 基本上没有引起什么的批评 大家好像就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武汉最危险 因为武汉病毒 所以就有一个印象在那边了 对 然后他是 可是污名性的概念从来就是 你先会 他会去污名 他一个污名性的名称 他会去连接一些其他的污名 不管是政治性的污名 或是地域性的污名 他会去 他会去连接各式各样的污名 然后会让这个污名所造成的恐惧 跟排斥的效应 他更复杂化 嗯 那复杂化的概价就是 被卷进去的人 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其他的公众都不会在意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严重的问题哦 也许是政治性的思考 也许不是这个我们没有无从去做一个很明确的判断 但是这样的一个讨论之下你会发现 即使不是这种思考 即使完全没有这种思考 我们看到政府慢慢回到一个专业的正轨上面来去做命名 可是问题就在于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一开始没有很确定的话 他的虽然不是 即使不是政治性的思考 可是他产生了一些政治性的后果 这个政治性的后果就是一种污名 一种命名上的这个后果 然后他产生了某种连结 会使得我们很难 或者是不太容易很清晰的去判断一件事情 或是对这些事情更容易更了解 回到一个专业 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某种的刻板印象 这本书 疫病与社会的十个关键词 其实内容非常的丰富跟精彩 我们没有办法在一集的节目当中谈完 但是你听到这边或者你看到这边 不要以为我们要结束 没有 我们下礼拜要再继续跟他谈这一本书 所以这本书我们会透过两个礼拜的时间来好好的 透过这本书来去回望来去检视台湾 在这段时间 到底这个新冠肺炎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社会又是如何回应了这些 对人类来讲是一个很大浩劫的这样的疫病 今天非常谢谢邵华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继续谈这本书 谢谢钟祥 我们下定了